背後 主角 哈囉 我是皮尔斯 歡迎來到今天的Block 是的 這一天終於到了 終於到我要開這台Szer夏離保的時候了 我在經過幾天的準備之後 這台車也算都弄得差不多了啦 因為事情真的太多 所以我真的沒辦法完全記錄 像我只記錄到 第一個是換房型桿嘛 然後跟後輪的角度調整器 然後再來就是方向機和煞車油管嘛對不對 那其實除了這四樣之外 我還弄了蠻多東西啦 第一個就是我的方向盤 然後再來我還有把車開去做四輪定位嘛 然後再把房型桿裝好之後啦 其實還是有遇到一些小問題 因為它那個房型桿真的太粗了 所以它會去干涉到其他東西 像我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我上了房型桿之後 我的五檔便不能打耶 因為它房型桿那個 會去卡到我的換檔連桿嘛 那我之後是把整個房型桿拿來 就是塞墊片然後把它往下墊 才終於把它閃過這樣子 不然假如說我這台車沒有五檔的話 那我連開去力保都是問題啦好不好 對啦反正就是遇到一些小問題啦 不過現在也都順利解決了這樣子 改車真的是一條不歸路 所以大家要改車之前請一定要三思好嗎 好啦那現在時間也差不多啦 總之我們就趕快先出發去力保吧 等等見 做手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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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得不合的 雙手1分 全部都清楚了 這種整個地方 做手1分 好 做手6分 對,反正現在剛到,然後因為時間有點跌倒 雖然說我們抓了大概提前三個小時出門 塞車塞爆,可惡 所以就趕快 趕快報到一下,然後現在我們要貼號碼 因為要準備驗車 然後說噪音不能超過104,但是 我真的不知道那些到底是 那是401啦 好,我把所有的東西都帶來了 這是我們的刷尾套裝嗎? 對 喔不對,刷尾沒有破 對,我今天是本車隊的祭司 他在P-Crew,然後兼車手,然後兼金主,然後兼... 好啦,反正都是他 對,反正就只有我一個人就對了啦 所以說嘛,窮人有窮人有玩 好吐 他背太難 你背太難要幹嘛啦 怕胞胎啊 你們看他怎麼好意思啊 他就在那邊繼續就把他還是同一個比法 這什麼東西 因為剛在來的路上 我發現我後人把角度坐回來之後會磨輪孔 所以只要是我過完的時候啊 然後他這邊就會去磨到 所以我在想說也沒辦法了 就來這邊把輪孔自己稍微DIY一下 不然等一下下場跑 告訴我怕可能他會磨破 你可以看這邊,這邊都有被磨到了 沒辦法 改車嘛 好,往前 不要中到人家GD2喔 好,停 我要拿出史上最強的修車工具了 我要拿出史上最強的修車工具了 今天利寶其實蠻冷的耶 而且跟以前大朋友不太一樣 大朋友之前超級熱 然後現在利寶其實蠻涼的 當然可能現在12月也有關係啦 對,因為外面現在真的太吵了 真的到處都是排氣管的聲音 而且到處都是汽油的味道 所以我就躲到車子裡面來講了 對,那現在進行到就是 進行完車手講習 對,就是每次參加賽道日啊 都會有這樣車手講習 就是要先跟大家講一下嘛 對不對 那我是C組 那現在進行到B組 所以等一下B組跑完之後 就可以差不多開始準備進行練車了 而且我 一開始我還不知道 我剛看了一下參加名單之後啊 我發現我這一組超多怪物 呃,像是麥拉倫啦 然後法拉利488啦 然後 寶石捷 好像是GT2吧 然後還有一台AMG GTR 對,AMG GTR喔 我為什麼會跟這種車擺在一起啦 算了,不過也沒關係啦 這樣也好玩嘛 總之 賽道這種東西就是大亂鬥 那等一下的第一回合 我就是會先試車吧 因為其實把防禁桿什麼都改好之後 台北一直在下雨嘛 所以也沒時間去試車 總之等一下第一回合先試車 然後開始慢慢先調一下邊際調整胎壓 喔對,然後也要確定一下賽道狀況嘛 因為早上其實他們也有活動 那也不知道說今天賽道狀況怎麼樣 然後等第二回合再開始做成績這樣子 總之就現在先 對,做一下心理建設吧 我其實有點小緊張 因為我好久沒有這樣玩賽道了 開始了嗎 好 對啊,你要講什麼 沒有,我今天在 立包 遇到一個 遇到一個神人 請問這部是你的車嗎 好喜歡喔 這個紙子好棒 為什麼後面沒有門 可以幫我簽個名嗎 我遇到童哥欸 好開心喔 我們來應援SER OK 我都還沒有下來跑賽道 真的嗎 所以就先看你囉 好不好 我還想說 想要請教一下 有Essia下賽道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你的車什麼都整理過了 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那都已經改得別人過了 怎麼成了 我有看你的影片 不要騙我 我原廠房金桿好不好 有嗎 原廠A費原廠的已經交了 我會加油的 我會計時 我還會計時 我會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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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開始了 好 那就依照原定計畫 第一圈先來摸賽道吧 我覺得前輪避震器好像太硬了一點 等一下再調一下好了 原來這個是小彎喔 第一圈摸賽道摸賽道 剛剛不小心切了一下西瓜 還行嗎 OK了 還可以錄影了你看 有 追到囉 這邊是2檔溫 加速車都不行耶 被完爆了 這裡應該過去吧 不行 過不去 可以 可以 換我過 鳥子 我會不會忘了 Coronavirus 超級修圍 超級高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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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第三圈有feel的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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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太早路彎了 啊 推頭 不行 我覺得前輪胎壓要放 太推了 好 先這樣子吧 好玩嗎 好玩 好玩喔 心臟掉在剛剛那個碗道上 有嗎 等一下可以去幫我撿回來 先回去調整一下 然後大家可以上來試試看 我現在開起來感覺還不錯 新的防停感有差 真的有差 然後後輪也OK 但是我覺得還想要再調整一下 因為我覺得車子還是有點小推頭 然後我現在我就是想要找 到底哪裡可以進PIT 但是後面的人已經追上我了 來個中行燈吧 到底哪裡可以進去啊 怎麼找不到路啊 車手簡報沒在聽的傢伙 我記得好像是這裡啊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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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妳還知道怎麼走欸 當然 對 剛跑完一下 我有偷看了一下時間 大概是2分16左右 超慢 而且直線一直被刷卡 可是這是你第一次要到的 第一次喔 真的是第一次 不是大鵬灣立寶 立寶 大鵬灣壘 大鵬灣馬上載速保持了 不要講這個 對 我剛剛試的時候我覺得 我的後輪還是有點抓 那我現在想說除了胎壓跟避震器之外 我想要把環體感再調硬一點試試看 它好動喔 你現在一直攻擊進去 對 你現在一直攻擊進去 你現在一直攻擊進去 我想說是要好看什麼 你要沒有Pre-Law所以 對 可以更低壓更 我覺得光熟悉就可以進步2秒 這是應該的 所以這位2分13 對 2分13 而且剛剛是兩個人 現在一個人 其實就已經快2秒了 這兩個差很多喔 有有有差很多喔 真的 好喔 OK 我預測2分13 怎麼樣 好 預測2分13 耶 欸 這G-Law的感覺壓力很大 哈哈 很有彈力 不敢伸出去 哈哈哈 好 好 謝謝童哥 對 後來被抓到了齁 這個結合我都不解開了 哈哈哈 對 你就這樣吃飯 哈哈哈 童哥說的喔 剛剛我跑2分16 然後童哥就跑來跟我講說 嗯 我覺得你應該 這樣才會進步 莫名其妙我覺得壓力好大喔 哈哈哈 可惡 我這是要自己下去跑 偷個輕 搞不好直線會快一點點 好了 現在是第二回合啦 那剛剛把防禁桿把它調硬了 然後就來試試看這樣子 嗯 好像有一點 沒關係 一樣第一圈先暖個胎 然後第二圈再來開始做成績 好 開始喔 好 開始喔 好 開始喔 運超隔 快要推頭了吧 唉喲 煩欸 不行 到底想怎樣啦 不行 直線才是被幹夾的 這台真的很煩耶 哇!HGTRA 好 讓你們先走 讓你們先走啦 保留一下輪胎 下一圈我要做成績了 不然剛那台Z4擋在前面 我根本沒辦法做成績啊 它的直線又比我快 但是它過完又狂推頭 那我怎麼辦 好 新的一圈 來衝衝看吧 好 太多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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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误了 刚降错档啦 哇 推头 推头 啊 这一圈成绩应该不错的说 哇哇哇 前轮没了 前轮没了 哇 哎哟 做不到成绩啦 烦欸 休息一下好了 反正后面488也赶上来了 先让你走一下 我要休息一下 先让轮胎降个温 不然现在根本没办法跑 刚刚最后一关失误了啦 哎哟 不然应该可以坐到13的说 好啦 那现在已经跑完两节了 然后我是觉得车子调的差不多了啦 但是秒速这边还是没有办法做得很漂亮 因为一来是刚刚其实状况蛮多的 那我想说就这一节先休息 然后把自己整理一下 那想说车子也空着也是空着嘛 我想说不然叫陈海明一下去做一下成绩好了 2分15你觉得做得到吗 你会比我快吗 大家都在问说我们两个到底谁比较快 我觉得赛道我可能做不到 我赛道有那个刹车障碍 我会超早收游刹车 刹车障碍 没关系这台刹车也有障碍 对啊 你自己小心一点 那你现在就是要有障碍加障碍 就是我一过龙门就开始收游我们这样 没有 踩刹车 踩机上 对… MBS做动弹 反正就试试看嘛 因为我也想知道说这台刹车可以抓起 可是我其实我没有场地刹的经验 无所谓啊 我只有那个媒体而已 无所谓 那么厉害对不对 讲什么 对啊 反正好玩就好嘛 真的 不要有压力 等一下 输得过户 过户什么 SR 过给我啊 还是你不要是不是 算SR我不要 Gmail我送 老实 今天准备了 好啦 不管啦 就今天晚餐啦 晚餐 就晚餐 我没带居家出门好不好 妈的 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欸 我第一次跑欸 然后你已经 刚刚跑过好几次了 可是 条件不太一样啊 对 你都是开保时捷那种 对啊 然后现在开一台SE啊 这就委屈你了 对啊 我不知道它在挤什么 总之像我们这种跑单圈啊 我们都有一个潜规则 就是让 比较快的车去前面 因为 其实说真的 大家来不是要做成绩嘛 然后那个智障 现在给我跑去排在 好像第二台吧 唉 我都不知道该出什么了 我都不知道该出什么了 那台保时捷 我原来在跟那台保时捷的路线 但是真的跟得到吗 我真的很好奇 蛤 材命不见了 要掉到地球台去了呢 那边都是什么 那边都是什么 欸 它怎么囤 我觉得听起来声音不太对 对啊 欸它停在路边了 它打上红灯了 欸 车子好像真的坏了耶 好像真的买掉了耶 完蛋了 真的出事了 不知道車是怎麼樣了 等他回來再看看吧 不然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回來了回來了 不知道怎麼回事 看起來沒事了 在旁邊發生什麼事了 一出最後一個彎就沒動力了 不然成績還比較快 汽油棒譜 因為汽油棒譜阻止我做成績 我沒有辦法接受 我不能接受 有 那我剛剛有稍微檢查了一下 那我是推測應該是汽油棒譜掛掉了 因為其實引擎壓縮也都還在 所以引擎也沒有充掉 然後看一下機油什麼的也都正常 然後發的話 就是讓它運轉的話也都OK 也都有電 但是就是發不起來 然後那個時候我有在聽 就是我發到烘火的時候啊 我的汽油棒譜是沒有聲音的 不然它那個原本的聲音是聽不到的 所以我才會猜測應該是汽油棒譜 然後我有檢查過保險室的 保險室沒燒 總之就先看看吧 然後我看台中這邊有沒有人可以救我 這樣子 很必要 就是它啦 但是我不太確定是不是它故障 所以想說就來試一下看看 因為我覺得汽油棒譜應該沒有這麼容易壞 而且通常來說都是越來越弱 然後一直要停掉 不然試試看 有啊 有洞啊 有可能是別的東西 因為我剛剛在發的時候 確實沒有聽到汽油棒譜 對 剛剛沒有 我在猜可能是因為這個插頭 總之就先這樣子把它試試看了 把它裝回去然後看車子會不會發 假如說會發的話 好 今天我們就不用坐Iron回家了 可惡 公阿小 把你的車開壞還在那邊 我是說可惡我的成績可惡 欸 我才開兩圈欸 而且是第二圈欸 兩圈 欸而且你第二圈是認真快的 我就覺得 真的爆快 我就想說個成績一定很猛 然後還沒有出彎 看到準備要出彎的時候 還在2分08-09 想說爽啦 然後一出彎就 然後吐到充電2分18秒 是不是太好笑了 幹 原本應該是2分13秒的事 等於是第一圈就2分13秒 欸 原來SER真的很 幹 那個設定真的很猛欸 就還蠻好開而已 超屌 怎麼那麼是好開而已欸 超清話欸 欸 那個超扯 我在彎中 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 反應這麼受控的車 我抓進彎中 然後我覺得 有一點要不行了 然後放後盤稍微吐一下 然後就回來了欸 然後修正是那種超快修正 然後外面應該會看不出來 車子的那個動態有變化那一種 就是你車內看得出來有修 但是外面車子的動態是完全沒有更動的 然後爆快 有啦 我覺得OK啦 到時候再上個VBL200p的 我覺得這還是應該很好玩 我要買喜美 我還是要賣你 我要買喜美 看你看你鏡頭對我 陳真喜美喔 陳真喜美 有引擎 手排變速箱 車台 電腦就好 其他沒關係 陳真 阿對 我要K6 我要K6 那K6太貴了 喔 我不想開K8 K6比較好開 好啦 那 Moment of the truth 欸 我怎麼還不行 看你像外面 我現在一秒鐘把電池修好 好不玩啊 第二次了 第二次了 我上次這次翻證106 馬上你再進去 你還沒有關 還沒有關 算了算了 互勤互勤互勤好不好 互勤互勤 我們一起請攝影師示範 可以回家了 可以回家了 好累 好成績啦 可以回家了 可惡 NO